作为晚清的名臣 曾国藩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开头人 因为他的缘故 中国不仅建造了第一艘轮船和第一艘兵工学堂 并且还翻译了第一批西方的书籍 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当然曾国藩在官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在个人生活方面为后世做出了表率 他三次戒烟的故事就被人们成为了 传为了佳话 在年轻的时候 曾国藩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染上了西安的恶习 在他十七八岁时就已经是烟不离手 誓烟如命了 还被别人称为是烟棍 正因为西安太过频繁 并且影响恶劣 还遭到了师长的当面训斥 因此自尊心极强的曾国藩决定戒烟 为了表明自己的戒烟决心 他还将自己的名字自成改成了笛声 但是戒烟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公喊口号而不付出行动 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 各地都开始了戒烟的宣传 作为一名朝廷重臣 曾国藩决定严格要求自己再次戒烟 同时还将一根祖传的烟袋 当着家人的面给砸碎了 虽然从那时候他不在家中戒烟 但遇到好友客人请他戒烟的时候 他又借着圣经南雀来吸上几口烟 而曾国藩的第三次戒烟是在两年之后 他不仅向一位理学家请教了修神之法 并且还每天坚持写日记 记录自己的戒烟经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次曾国藩成功戒掉了香烟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